大家好 欢迎收看使用AnglaGIS开发Web App 这一节课我们学习AnglaGIS的数据绑定 数据绑定里面有数据模定绑定 双向数据绑定 使用EngineModel指令实现数据绑定 好,现在我们来创建一个Ctrl 这是我们之前创建的 就是在第二节课创建的一个项目 我们还是接着上一个项目来创建一个 数据绑定的一个实例 这个是 N7 Logis-App 这是第三节课 好,我们添加 好,我们来创建一个视图 这个地方不要摸吧 好,项目创建完整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地方 因为 我们这个地方 还没有应用 因为之前呢 是项目本身呢 它就创建了一个 嗯 AnglaGIS 脚本的 它引用了进去 它创建了这个模型 好,现在我们第一步就是 引用 AnglaGIS 我们现在使用NG Model指令来实验速运绑定 这个 程序 首先 首先 我们要在 HTML 这个地方 声明一个 NG APP 就是告诉它 这个页面要 使用 AnglaGIS的这些指令 然后 这个地方就是说 数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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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绑定 这个地方 我们选择 这个地方 input 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地方 要 声明一个NG Model 这个地方 我们使用的框架的话 你看啊 它是可以 关联 智能提示 NG Model 这个指令 这是 非常方便的 tap 然后 这个我们就写完了 这个我们就写完了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 来显示 数据绑定的地方 地方 嗯 我们显示 hello world 对吧 好 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声明了一个 NGModel 然后这个地方 是接收 这个数据模型 其实我们这个 已经绑定了 好 我们来 接着来 介绍 数据模型 对象 Model Object 是指 scope 对象的 scope 对象 是一个很简单的 JavaScript的对象 其中的属性 可以被 试图访问 也可以 同 控制 去 进行交互 好 我们来看一下双向数据保定 如果试图的 改变了一个某个字 改变了某个字 数据模型 会通过张检查 观察到这个变化 而如果 数据模型 改变了这个字 试图也会 依据变化 重新改变 张检查 是检查数据模型变化的 有效手段 这是我们来使用NGModel指令来实现数据保定 好 我们这个地方 要 因为我们是声称的NGAPP 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修改一下 好 不修改 我们这样子可以运行 通过NGAPP 这个是路由 这是Dunad里面的一个路径 稍等评课 好 这一节课 我们的数据保定 你看 我们就实现了这个效果 好 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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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